潘晓婷一竖照吸引众球迷的眼光,但他却最想删掉这一张,潘晓婷,大家应该都熟悉吧,说到潘晓婷你们脑海里想的是什么,球,别邪恶,一说到九球天后潘晓婷,几乎本能就会想到他比赛时的照片,确实是有五中国台球界第一位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的选手, 十四九球世界冠军记录保持者,从1998年到2000年,潘晓婷在中国国内保持不败,2000年连续荣获六项全国冠军十个世界比赛冠军头衔,首美亚运九球金牌,全国体育大会三连冠和大满冠记录,所以潘晓婷人称九球天后在球场上,她是一个女球手,干干净动,球场上的潘晓婷仿佛换为一个人似的, 但是球场外的潘晓婷,立马显示出小家碧玉的样子,实为可爱,特别是在赛场上,她的每个动作都是摄影师关注的重点,好吧,其实是广大观众的焦点,然而出名之后,晓婷也是逐渐进军娱乐圈领域, 进娱乐圈之前,晓婷也是按男人装,要求拍摄了一组火辣的照片,不得不说,还是男人装的照片拍得有水准,我更喜欢他们拍的,这组照片可以看出,这次拍的和以前的艺术照相比,更加的大胆拍摄完照片, 潘晓婷也做出了回应,其实我一开始是不想拍这种类型的,这和我们一开始想象的照片不一样,最终沟通了,有半年的时间,才拍的,好在是最后还是拍摄了, 至少对于,球迷来说,当然是一份大大的福利,但对于潘晓婷来说,可能这是他最想删除的照片,没有知意了,网友们,你们怎么看?